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 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静怡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 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 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 期盼能够透过这一段时光 我们所分享的生命故事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 想想自己的生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为你邀请到的这位来宾 她是在台湾长大 但是却在美国行医 现在又成为了福音诗歌的创作者 她是谁呢 她就是黄珊珊 我们就一块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集 聆听黄珊珊的生命故事 珊珊 欢迎你 大家好 我是黄珊珊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这边 跟你们分享我生命的故事 为什么刚才说珊珊是很特别呢 因为珊珊 我知道你在高中以前 是在台湾 所以你是在台湾长大的 但是后来呢 是高中毕业之后 就到美国去学医 好不好 先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一下 你在这个成长的过程 也就是在高中以前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小时候我很任性 很顽皮 常常被老师罚站 我常常迟到 到了学校 其实我也心不在焉 常常老师在前面讲课的时候 我就在下面整理抽屉啊 要不然我就喜欢写歌 我很喜欢写歌 我可以就用一二三 然后就把音符记下来 然后就配着词 然后自己就自我陶醉这样子 那么初中的时候呢 跟一些朋友就组了一个团 就去参加金运奖 因为那个时候 有民歌比赛 那时候已经是第三届了 但是我们才15岁 他们说参加一定要18岁 我们就在报名表上面写 音乐是没有年龄的分别的 结果他们居然 遵循我们报名 而且那一届 我们也得了优胜 但是那时候呢 因为我还在初中高中 所以呢 捡了个学生头 很难看 所以如果发通告什么 我们也不能去 所以得了奖 其实也不能真的上电台啊 什么去演唱 有时候呢 人家会邀请我们去演唱会 可是因为学业的关系 有时候也不能够参与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唱歌 那么到了高中的时候呢 我就参加了很多的合唱团啊 还有乐团啊 但是有时候呢 我会告诉我妈妈说 我要去补习班 但是呢 晚上就偷偷到西餐厅里面去卖唱 那我记得那时候 在西餐厅的时候 常常我在上面唱都没有人在听 可是我还是唱得非常非常的高兴 我自弹自唱用吉他伴奏 有时候和弦弹错了 也没有关系 因为根本就没有人在听 所以那也是我一个磨练的 很好的机会 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 我记得我常常很糊涂 然后坐公车的坐相反方向 常常做错方向 然后又得要坐回来 然后有时候又睡过头 又得坐 所以我是一个出之大业 很糊涂 然后大而化之 但是我就是很喜欢音乐 很喜欢唱歌 那小时候就开始学钢琴 所以我常常会用钢琴来伴奏 有时候也会用吉他来伴奏 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子 山山要不要说一下 你小时候家里的信仰状况 小时候呢 我们家都是基督徒 两边其实都是基督徒 我爸爸那边从我阿公开始 就是基督徒 我记得以前我们扫墓的时候 大家有八个姑姑伯伯 聚在一起 我们就会唱诗歌 我觉得那个感觉好棒 然后都没有先讲好 我们就会唱各种各部的 就变成四部五部甚至 然后我妈妈那边呢 也是好几代都是基督徒 到了我这一代呢 我们有去主力学 可是都好像没有很认真的在学习 如此喜欢歌唱的黄珊珊 在高中毕业之后呢 却是到了美国去学医 珊珊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这整个的转折 还有你在美国学医的一个历程 我爸爸是医生 我家里面有伯伯啊 很多都是医生 所以一直觉得说 做医生很棒 可以帮助别人 当他有很实际的需要的时候 医生可以给他一种安慰 可以给他很大的帮助 可以救一个人 我觉得音乐好像就是一种娱乐吧 我觉得让我自己觉得很开心 但是并没有对这个社会 或是对这个世界 有什么很实际的贡献 那时候是这样想 所以我从大概初中的时候 我就很想要做医生 虽然我很喜欢音乐 我也不是很认真念书 但是我一直觉得说 我应该是要做一个医生的 那在我联考考完以后 我发现我没有做成医生 那时候我仍还在美国玩 那时候只是去观光 但是我爸爸告诉我说 我联考没有考上医学院 我应该不是很惊讶的 因为我其实不是很认真 但是我以为说 我应该可以混得过去 结果没有想到 非常的困难 我没有做成任何医学院 跟医学沾边的 也没有做护士 也没有做医学药剂师 也不是牙医 反正只要跟医学沾得上边的 我都没考上 那时候我想我再回去念一年 补习班也是很浪费时间 所以我爸爸就让我在美国留下来 让我说自己发展 那时候我并不晓得说 原来在美国需要去念四年大学 然后才去考医学院 所以第一关就是要先去念大学 那时候我并没有准备 没有考过托福 也没有带高中成绩单 但是很侥幸就是在附近的一个大学 它是一个基督教的大学 他居然肯收我 他说以后都可以慢慢补 所以呢我就进了那个学校 进去以后 他的第一门课就是旧约 你知道那时候 其实我连英文都不太会讲 他要叫我念旧约 那我旧约里面 我只记得大卫啊 那种在主日学里面说的故事 我并不知道任何其他有关旧约的事 所以念得非常辛苦 再来要念新约 还有一堂课是传福音的课 他说如果你传福音去给十个家庭的话 你就可以得A 那A呢就是最高的家嘛 所以呢我就很认真传福音 传他传传到第五个的时候 我自己都醒了 就是那个东西太棒了 免费的可以得永生 然后经过了耶稣 我就是变成圣洁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道理非常简单 而且我只要信 我就可以跟神和好 那何乐不为 所以珊珊你说 虽然你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 父母呢都是信主的 但是其实你自己那时候并没有信主 那时候还不了解 不了解这个宗教到底在信什么 是所以你有到教会 但是没有真正的跟神建立一个比较深的一个关系 因为小时候都只在主日学 没有进到正堂 那后来呢你到了美国 读的是基督教学校 但是那时候你也并没有正式的信主或是受洗 其实如果你真的在街上问我 我是不是基督徒 我当然会说我是Christian 我是基督徒 但是我并不是真的很了解自己在信的是什么 所以在学校的时候呢 才开始了解圣经里面写的到底是什么 是 尤其是在你本来是为了要拿好成绩 要拿A 然后去传福音的时候 传到第五个家庭的时候 然后你自己被感动了 对 因为那时候他们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手指头拿出来 然后说第一个手指头代表的是上帝 第二个手指头代表的是罪恶 因为我们常常用第二个手指头来指别人 数落别人 然后第三个手指头就是耶稣 那第四个手指头就是我们要跟耶稣结合 因为美国人他们把戒指都是戴在第四个 结婚戒指都是戴在第四个手指上 第五个手指头就是礼约 跟神礼约 那么透过了耶稣 我们就可以再度的跟神和好 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去受洗 我就找了一个教会去受洗 当然我大学毕业之后 因为成绩不是很好 所以没有马上立刻就申请到医学院 而且在这个时候我也认识 我在大学的朋友变成我的先生 然后我在附近的一个研究室找工作 每一年我还是不放弃一直申请医学院 那我那时候都是用祷告 因为我想说神一定会应许我做这个医生的心愿 所以我每年每年的申请 我到了申请到大概第三年的时候吧 我在我的申请书上我写说 我以后是要做宣教医生的 结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样 居然让我申请终于中了医学院 可是呢那个医学院是离加州很远的 而且我在那个地方觉得很痛苦 因为我先生没有办法在那里找到工作 所以我那时候也有一个两岁的孩子 他也没有办法跟我去 所以在那边非常的孤单 然后我知道说如果我要转学回加州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那我一定要认真念书 所有的科系我都一定要拿到最高的成绩 那我才能够转学成功 回到加州跟我家人团聚 那时候我渐渐的就离开了教会的生活 后来终于呢也是因为祷告 就在那种千分之一的机会之下 我居然被加州的洛杉矶大学收入 做转学生 所以呢我就转学到这个医学院里面 在那个医学院里面 我学习到了怎么做一个医生 其实是出于我想象之外的 因为非常的低贱 非常的卑微 不像我以前觉得好像我爸爸那样 那个时代那么光荣 那么被受尊敬 尤其是做医学生 其实是在各个阶层 在医院里面的阶层里面呢 是最低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也觉得念这个医生非常的辛苦 本来我是以为说 反正神是无所不在的啊 那我去教会 但是神还在 我自己跟他祷告就好了 自己可以敬拜那就好了 我自己心里面信就好了 所以去不去教会好像也无所谓 但是我不去了教会之后 没有那个 大家的属灵的一种支持 好像我自己个人的信仰 也变得比较软弱 当我做成住院医师的时候 我发现 我甚至有一点怀疑 是不是真的有神 我看到了很多很多 非常可怜的人 我看到一些非常顽固的人性 非常残忍的人性 互相残杀 常常枪伤啊等等 还有一些人 故意去伤害别人 伤害自己 在我做住院医师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 我还是自己靠自己好了 有着这样心情的 黄珊珊 后来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波折呢 我们先来收听一首歌曲 由黄珊珊作词作曲演唱的 求神 你求神的时候 要说得仔细一点 你要的 他都能给你 你求他的时候 要求得真实一点 不必客气 他能供应 我们祈求 他就给我们 我们寻求 就一定瞬间 空门的就开门 天父会把圣灵 赐给我们 赐给我们 你求他的时候 要求得真实一点 不必客气 不必客气 他能供应 他能供应 我们祈求 他就给我们 我们寻求 就一定 就一定 心间 好门的 就开门 天父会把圣灵 赐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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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因为在医学院里面 当住院医生的时候 真的是很苦 他们把我们 等于是当做一个 好像人工的奴隶一样 那我们在那种公立医院 因为经费不够 常常 有的时候 像尿洒在地上 没有人去清理的时候 护士也忙 大家都忙 那就是变成是 我们这种医学生 或是住院医生 就必须要整理 有时候病床 脏了 或是 有时候要拿点滴 我们就得要跑去 甚至连药局 送来点滴的那种 小弟小妹 也都比我们 还要再更高一级 所以当我 做医生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 我真的是想要 自己能够 树立一个 自己的诊所 这样的话 我就不会 被人家所弄 但是我也知道 这样子的开业 是很辛苦的 因为毕业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病人 那每个病人 也不会自动找上我 所以我必须要 就像 人家在做生意 就是说 你一定要 自己能够去 抢饭碗 这样子 那我的方式 就是 我到每一个医院 我去大概 我们附近六个医院 我就去 晚上的时候 只要是 没有医生的病人 他入了院 他需要医生 我就会去 做他的医生 就在医院里面 照顾他 有时候那种是 流浪汉 有时候是酒鬼 那么他没有医生 我也愿意去照顾他 因为掺杂的呢 可能就有一些 有保险的病人 那他们就会付费 而且就会把我 当成他的救命恩人 替我介绍别的病人 就这样子 我大概闯了两年吧 我的诊所就开始 生意兴隆 搭拍昌隆这样子 那但是呢 我觉得说 我用我自己的时间 还有我的精力 去赚钱 好像很划不来 我一直在想 是不是能用这个钱 去赚钱 在无意中 我看到一本书 那么他是介绍 怎么样 不用付头款 就可以买到房子 那我就用他的方法 小试了一下 结果发现 才不到一年 那个房子就增值了 那个时代 大概快十年前 房地产还没有 被炒得很热 在美国 所以呢 很简单的 我就可以 这样子赚钱 我发现这太简单了 我干嘛做一生 那么辛苦 所以我就第二年 用同样的方法 我想买一个 还不如就买七个 所以呢 我第二年就买了 七个房子 那么有了那么多的房客 我又要经营 自己的诊所 实在是很忙 但是我还是 觉得说我可以做得更多 所以呢 接下来我又到 拉斯维加斯那边 那边的房子更便宜 第三年 我好像又买了十二个 就这样子 很快的 我手边很多很多的房子 然后我又照那本书上的讲法 我可能又 把房子增值了之后 又贷款出来 又去买新的 或是我就把它卖掉 然后再去转新的房子 这样子 那时候我做的其实很累 但是呢 我觉得说 可能这就是一个方法 可以让我解脱 我认为说 做医生的一种压力吧 当我在做医生的时候 其实我想 那时候是因为 我对病人 会特别想要告诉他们 我们身体的结构 很多病人 他们都很惊讶说 来我这边好像上课一样 因为我常常在每一个 病房房间里面 我都会放一本身体结构的书 因为在我念医学院的时候 那时候我觉得 生理学跟人体的结构是 对我来说最有吸引力的两门学问 所以那时候病人喜欢我 然后我也觉得说自己是一个很成功的人 但是没有想到 这种好景并没有持续 到了2008年的时候 整个世界的经济恐慌 所有的银行都带不出钱来 在这个时候 我的手边 也有很多的房子 需要继续的贷款 所以有一点压力 再加上在年底的时候 我爸爸又因为生病 我必须要赶快赶回台湾 我发现 人的生命非常的脆弱 而且 金钱好像也不是一个 可以持续的东西 所以让我觉得 对我未来的人生 还蛮渺茫的 而且我觉得说 我手上有了这么多的东西 为什么我还觉得说 没有什么安全感 还是觉得很空虚 不知道要拿什么东西来填补 好 接下来我们先邀请听众朋友 一起来收听 这首由黄珊珊 作词作曲演唱的 《神的活水》 作词作曲演唱的 作曲演唱的 我的生命 如一口情 被你涂埋在地里 窒息的感觉 日夜环绕 不要 我的生命 如一口徑 似的水 停在精低 枯干的心里 需要我的水 在泪水中 在期盼中 我大声祈求 活的神 给我活的水 给我重生的机会 在泪水中 在期盼中 我大声祈求 活的神 给我活的水 给我重生的机会 我的生命如一口径 被泥土埋在地里 窒息的感觉 日夜环绕我 我的生命如一口径 似的水停在井底 苦干的心灵 需要活的水 在泪水中 在期盼中 我大声祈求 活的神 给我活的水 给我重生的机会 在泪水中 在期盼中 我大声祈求 活的神 给我活的水 给我重生的机会 在泪水中 在期盼中 我大声祈求 活的神 给我活的水 给我重生的机会 活的神 给我活的水 给我重生的机会 活的神 给我活的水 给我重生的机会 刚才我们提到 珊珊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因为珊珊是在台湾长大 一直到高中以前 都是在台北 后来是到美国去读书 而且读的是医学院 也在美国成为医生 而且不光是行医而已 珊珊居然还投资房地产 但是在之前 珊珊跟我们提到说 其实很多事情 并不如我们自己所计划所想的 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化 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很快的 珊珊就遭遇到了一些 在生活上面 或者是在生命当中的 一些挑战 我其实在08年的时候 感觉到说 事情变得蛮快的 那因为世界金融风暴 加上我父亲突然生病 所以我在2008年的 12月25号 有机会在台湾 那那一天很奇妙 我有一些时间 在散步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一个相命师 其实我以前是很理性 而且绝对不觉得说 这种东西有什么好性的 觉得它蛮迷信的 但是很奇怪 我就把笔记本拿出来 居然开始抄那个人的电话 因为那天早上还很早 我正在抄那个电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好像听到一个声音 说你要去问这个人 你为什么不来问我 可是我其实不知道说 那是谁在跟我说话 我觉得说可能是我时差 或者是脱水 我不太知道说 那到底是谁在跟我说话 后来我就把笔记本收起来 我就走到了巷子顶 我就看到磐石福音 那那时候我觉得很惊讶 哇 这是制作福音唱片的吗 因为我妹妹她一直有在 做福音诗歌的制作跟演出 所以我也觉得说 蛮好奇想要进去看一下 就里面的人 她居然认识我妹妹 那我就因为做生意嘛 所以我就随口问一下 这是制作CD要多少钱啊 你们怎么制作啊 你们做些什么啊等等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碰这种宗教基督教的事情 甚至呢 我只要看到了有人在步道 电视上步道 我就会想要转台 我看到教会 我也会想要回避 每次如果有人跟我提到 神啊 主啊 那我就会赶快转话题 这样子 很不想提到这些事情 那么在从台湾回美国的 那个飞机上 我觉得我好像需要 自己真的面对一下 我现在的处境 我觉得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每天每天我都很忙 而且甚至我还会找更多的事情 来让自己忙 那种忙碌 好像就是一种麻醉 就是让自己不要去想 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而且好像计划的事情 就是在计划说 怎么养老啊 计划小孩子啊 以后要读书啊 怎么替他们存钱啊等等 不会抢到自己真的生命 生命的成长 或是我的生活 我的生命到底是什么 那在那天飞机上的时候 好像就有一个 一个力量让我 好像去把这个东西 放成我的一个焦点 在飞机上有14个小时 那我一直在想 我为什么会离开 这个宗教 这个信仰这么久 我回想 以前刚性的时候 有多大的热衷 我还会在街头步道 我在诗班里面唱歌 我在教堂里面献唱 我在监狱里面 做诗歌带领敬拜 帮助小孩子 等等等等 很多的服饰 可是为什么我现在 对那些那么的麻木 我到底有没有信仰 我一直在想 真的有这位神吗 而这个时候我觉得 好像 圣灵一直在跟我说话 就在那个飞机上 给我一个非常温暖的感觉 让我不得不 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我后来发现 我能够做成医生 真的是神的恩典 因为我那时候 每天求每天求 求了那么久 而且我做医生的几率 其实蛮小的 居然能够让我 真的做成医生 而我做成医生之后 我又不务正业 我又那么的 不敬业 不满足 但是我的诊所 却深意形容 我在做房地产 也毫无经验 而我能够继续 这样的房子 一直一直地买 我也知道 我们家从来 没有一个生意人 我居然能够 做这种事情 我知道那一定是 神的手 祂一直在看顾着我 我那时候突然觉得 好惭愧 我觉得 我离开祂那么久 而祂居然 一点都没有忘记我 而在冥冥之中 一直在守护着我 让我想到这里 我就觉得 非常非常的惭愧 而且感受到 祂的爱 跟祂的宽容 是多么的高原 所以在那时候 很奇妙地 就有一些音乐 诗歌 在我的脑海里面 我就赶快把它写下来 我也想起说 我小时候 喜欢写歌的那种情形 我就随便拿了一张餐纸 我就开始 把那些音符 把它写下来 我写了12首歌 就在那飞机上 有一些是 对我先生写的 有一些是对我孩子 有一些是 对我的病人 那时候 正有几个病人 让我觉得 他们实在需要 感受到 像我现在感受到的 所以就这样子 我创作了12首歌 等到我回到美国之后 我很兴奋地 告诉我的家人 我要把我的生命 重新地再献给神 他们很惊讶 他们不知道 那是什么意思 他们以为说 我会像 街头上那些 耶稣狂一样 他们其实有一点害怕 尤其是我先生 但是我告诉他说 我有这些歌 那 我先生也知道说 我以前小时候 就很喜欢唱歌 那 他也很鼓励我说 继续写作或是唱歌 但是他也知道呢 我每天忙 又是房地产 又是医院 又是学校 小孩子的学校 所以呢 我根本就没有把这些 嗜好再继续下去 所以他也蛮鼓励我 马上他就去 买了一把吉他 因为他发现 我们家里面 那把吉他 在仓库里面 已经放很久 都已经养掉了 所以呢 我就把它变成一个demo 寄到那家 磐石制作公司 结果这个磐石的负责人呢 是谢恒文 他就说 嗯 这很特别 而其实呢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 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才知道 很特别就是 这个歌不是人家 平常基督徒 在唱的那种歌 那因为你知道 我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唱歌 也没有写作 我根本就没有碰过 中文的诗歌 当然我原本有唱一些 但是他每次给我的时候 我只是听他自己唱的那条 看好不好听 我也不太会去知道说 里面在唱什么 所以呢 当我自己写下这些歌的时候呢 是我的一种 忏悔词 也是我对天父的一个祷告 我重新再跟他和好 所以呢 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写这些 这样子的歌 怎么样表达 但是这是我自己 个人的一个表达 那他也很热心 他就帮我制作了 这个福音的CD 那么制作好之后呢 他就觉得说 你这样一张CD 应该跟人家分享 那所以我就问他说 那要怎么分享呢 要举办演唱会啊 还是在哪里唱啊 怎么样去卖这个唱片啊 那他说 其实你应该成立一个事工 所以呢 他就这样子 慢慢教我 怎么样做这个事工 可是你知道 其实脱离了教会 二十年 而且又从来没有去过 中文的教会 我根本不晓得 他在讲什么 我不知道什么是事工 我只知道说 我写的这些歌 是因为 我想要重回到 神的身边 这是我一个表达的方式 嗯 这是一个很美的表达方式 我们就一起来收听 由黄珊珊作词 作曲演唱 不能再隐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这时本想你 我不愿让别人看出来 我的惧怕和不安 我进退两难 我进退两难 没有人明白 没有人明白 我知道我不能再隐藏 我知道我不能再隐藏 我的笑容和抽伤 我不能隐藏 对你的期待 我要你 我要你 我要触碰你 给我你的力量 让我不再软弱中消失 我要你 我要你 我不能再隐藏 伸出颤抖的手 我知道你一定会感到 所以在珊珊的生命中 又出现了另一个转折 不过这个转折呢 是带给你喜乐与平安的 我们可以再多分享一下 因为你说其实 你一个人在飞机上 你觉得神摸到你的心 感动你 那你自己被神摸着之后 这整个状况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当时呢 我有很多的房屋的贷款 我也有我自己的诊所 我非常的忙 而且我不知道说 我那些房地产 现在这种经济风暴的时候 我应该要怎么样的处理 但是后来其实 当我知道说 我相信有这个真神 我相信他是创造宇宙的真神 而我所有的都是由他而来的 那我根本就不用担心我的未来 我也相信 只要我把我的生命交在他的手里的时候 那他自然会去处理 所以让我卸了一个很重的担子 我知道不管我再下来是做什么 即使说 我所有的钱财 我所有的地位都被博去了 但是我还是有一个身份 我还是有我的价值 因为我已经找到了所创造我的神 所以那时候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平安 我也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喜乐 因为我知道 当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了这个全能的神以后 我就不用自己再担那个担子 我也觉得说 我可以在他里面感受到那种被宠爱的感觉 因为即使我离开了他那么久 而他都一直在照顾我 何况是如果我天天天天在他的身边 那我的日子会是多么多么的幸福 所以那种感觉 不但让我觉得我不应该离开他 而且让我觉得说 我一定要跟他重新认识 我要知道说他要我做的是什么 我很想知道我真正被创的原因是什么 我不愿意再走我自己很自私很任性的那个路 我希望能够被他使用 我也希望在我的将来 能够知道说 这个神他在创造我的时候 他在想什么 刚才珊珊跟我们说 其实我们重新回到神的怀抱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不用担心 根本也不在乎自己做什么 不过这位爱珊珊的神 他却记得珊珊在最起初的梦想 就是小时候很喜欢写歌 很喜欢唱歌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因为珊珊她现在不光是一位医师 她还是福音诗歌的创作者 很奇妙的就是 其实开始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要把这些歌拿来做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说我会做事工 也不知道这个事工到底是要做什么 因为我以前想说 事工大概就是慈善机构啊 帮助那种挺穷的人啊 或是到非洲去行医啊什么的 但是呢我在看病的时候 常常一首一首的诗歌会冒出来 而且速度很快 我就把它写下来 然后词跟曲都是一起冒出来的 像我看到白发送黑发的病人 我就有一首诗歌要写给他 想要唱给他听 那我在写这个诗歌的时候 通常都是用第一人称 就是好像他自己在述说这个故事 他怎么样用他自己的话语 说出来他的悲伤 然后当他找到了神 或是当他依靠这个神的时候 他的那种喜乐 那其他有一些歌也是 就是在我看病的时候 我觉得说他很需要这样的一些鼓励 他很需要得着 真的那个爱他的 那个上帝的那份爱 那就这样子 很多很多的诗歌就冒出来了 当我想象说 我要怎么样做这个事工的时候 谢哥他就带着我在各个医院里面巡回 那在这些医院的时候呢 尤其在长庚医院有一次 我把这些诗歌唱给病人听 我发现说真的我跟他们有很多的交流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需要这样子的 用诗歌 没有威胁性的 来告诉他们神的爱 所以我就想 我应该还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没有那个勇气去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事工 虽然说 谢哥他一直在教我 后来我就跟神说 如果你帮我找到同工 能够帮助我的话 那我愿意去做 那结果真的很奇妙的神就把八位同工带来给我 而且还替我们找到一位很好的指导牧师 张德权牧师 就这样子我们开始 试着到 继续到医院里面去服侍 刚开始的时候蛮困难的 因为我们从美国我自己也打电话回来 大家也不知道黄珊珊是谁 他们想到医生 他们就想到 你是不是要来回来做医学讲座 我说不是 我是要唱歌 我写了一些歌 那他们并不知道那个 谁真的以为是 就是自己急性这样好玩一下 所以也是蛮困难的 要说服他们说 我是蛮认真的在做 那就是第二次我回台湾的时候 我看到在坐高铁 看到很多很多的庙宇 让我有一个感动就是 神不知道是怎么看这个国家 看这个土地 以前我以为说 基督徒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 因为我们家两边都是基督徒 所以我不会觉得说 这是这么困难的事 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在台湾只有 很少数的人是基督徒 那我就觉得说 这个神这么爱这些人 但我看到这些人在拜拜的时候 我也感觉到 神都有听到他们的祈祷 我很希望能够用自己很小的力量 来帮助他们认识这个 这么爱这些人的神 造他们的神 所以我就想 我用诗歌 也许是一个 比较没有游写性的事情 所以 就到一些挂号处啊 病房啊 就唱给病人听 我发现 真的即使是非基督徒 他听到这些歌声 他听到这些诗歌 他都很愿意停下脚步来 听一听这里面的意思 在西门町的户外步道 我也发现 来来去去的人群 听到了歌声 他们好像就会 试着注意一下 我们到底在唱什么 第二次在台湾的时候发现 好像在南部都比较讲台语 所以虽然我的台语不好 但是我觉得说 用这样的语言可能会更亲切 所以我们制作了CD 叫做《上帝在照顾你》 这张CD里面的十首歌 都是用台语写的 那么这一张专辑 也是想要给一些 在病医院里面 觉得很累 觉得身体上很不舒服的人 所写的 那么第三张CD呢 是给心里面 因为感情受伤 需要学习宽恕别人 而自己得到释放的人写的 也是有十首歌 这也是因为 我在看病人的时候发现说 这种心病 其实是最可怕的病 因为它会让一个人 从一个非常活泼的人 变成一个懒散 而且自暴自弃的人 没有办法工作 每天心情很不好 而造成他有很多身体上的毛病 比如说像头痛啊 失眠啊 胃肠不顺啊等等 我发现说 很多的药 并没有办法真正的帮助他们 而他们需要很多心灵上的依靠 我觉得用诗歌的话呢 是最直接的方法 也是最能够被接受的 最后我想 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传播 我们所感受到的爱 给我们四周的人 一个人成立一个事工 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小 我觉得用诗歌 如果说大家能够用这些CD 来送给你的旁边的人 周到的人 然后用这个东西 来做一个福音工具 我想慢慢的这个土地会转化 那么如果今天你还没有认识耶稣 你还不知道说有一份爱 在那里等着你 而且这个天府是天天在看着你 他无所不在 他在等候你能够接受耶稣 有耶稣来赦免你的罪 然后能够让天父看你是这么的圣洁 这么的可爱 他在等你恢复你在天国的身份 我希望大家能够走入教会 因为其实我就是因为 没有在教会里面生活 所以才脱离的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能够有一个教会生活 让弟兄姐妹一起来扶持你 不知道 他在我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 我是静怡 这个节目是由旧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黄珊珊的生命故事 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真实的生命故事 来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再来省思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光景 忠心地期盼听众朋友能够体会来自上帝所赐的信心、盼望和爱 那就是不管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中 也不管我们现在看到自己前面的路是什么样的路 只要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把我们生命当中的重担谢给他 神他的应许是让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 让我们的心中再次有喜乐与平安 并且我们可以在神的爱和恩典当中重新得到盼望和信心 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来宾黄珊珊的同意 把她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宫当中 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 我们欢迎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寒寿课程 有圣经寒寿老师可以很有系统的来帮助你 借着寒寿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 如果说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寒寿课程 欢迎你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来信跟我们联络 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 如果是写信请记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 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 请你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 或者是给我静怡 静是安静的静 怡是心态怡 你可以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静怡都可以 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 非常谢谢你的收听 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要感谢 我心旋律音乐事工 以及特别来宾黄珊珊所提供的诗歌音乐 静怡要在这里跟你说声再会咯 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 都能够天天经历神 一步一步都有主与你同行 云彩飞扬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如地回忆 四处寻找我的心 万片溪水和山林 我心依然无处寻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已无安息土 笑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苦 我说生命不稀奇 一生叹息归尘土 放弃一切的追求 能凭潮水带我走 我曾经多彷徨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已无安息土 笑声留不住欢乐 小声留不住欢乐 空ter 眼泪带不走痛 眼泪带不走痛 太能够搬过 我无怕手能够一窗 我心中的快乐 我要见到的太阳 我心静静跟随它 我心静跟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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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处奔跑何时宜 如果你还愿意听 让我再来告诉你 耶稣基督救赎主 他曾满足 他必是你的好处 耶稣基督救赎主 他曾满足幸福 我心静跟随它 可必是你的好处 我心静跟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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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 ghost 夜泪带不走 有人曾经告诉我 若烈蟓正在寻找我 若烈蟓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 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 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